小区细菌感染孔酿败血症 败血症这个名词令许多民众闻之色变 到底什么是败血症 一旦被诊断为败血症代表命在旦夕了吗 败血症虽是一个不容小区的疾病 但以医学上的定义来说 绝大多数的败血症都可以治疗好 只有少数的败血症会引发致命危机 什么是败血症 简单说是一种细菌感染引起的全身性发炎反应 大家别小看发炎反应 它可以让身体各种器官组织在短时间内崩塌 在医学上败血症是一种全身性发炎症后群 是以四个临床表征为准 一体温38度4以上或36度4以下 心跳速度每分钟超过90下 呼吸会喘速率每分钟超过20次 4白血球数目12000颗以上或低于4000颗以下 只要病患出现上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症状 且有疑似细菌感染源时就能判定为败血症 亦严重程度分三级分别是败血症 严重败血症及败血性休克 败血症若加上器官衰竭称为严重败血症 如出现低血压的休克即为败血性休克 其实败血症虽严重 但大多数的败血症都可以救治 持有少部分的败血症因病患身体状况不佳而无法救治 根据医学统计败血症的死亡率约为6-30%不等 严重败血症增为约50% 一旦恶化到败血性休克 死亡率则可高达80% 医师一旦怀疑病人有败血症的情形 以控制感染优先 会根据可能线索给予适当的抗生素治疗 不过因为细菌病毒的种类太多 有时不一定都可找出原因 也并非给予抗生素就能治好 要依赖医师的经验 及病患本身的抵抗力来对抗疾病 所以若出现反复发烧 伤口愈合完全没有进展 红肿痛等症状 代表身体受到感染 正处于发炎状态 最好赶快到医院检查 特别是老年人 癌症病患及免疫力不全的人 更应特别小心 感染病患及病患 感染病患 疑痛症病患